自我途生 三生有幸 精彩马上开始 欢迎各位走进由联峰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 生命生育生活三生有幸节目 联峰随时随地关心您的健康 近日有网友爆料一张照片 是林志颖的妻子的陈若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悉啊 灵气不高的他们在婚后更是鲜少弄面 全心在家相处教子 做起了全职太太 林志颖的妻子陈若宜今年27岁 原来是台湾模特公司的模特 顶着小林志颖的光环出道 参加过一些封面拍摄和台湾的综艺节目 当年去传岸两人交往的时候 让圈内外无数人是大跌眼镜 现在的陈若宜呢 似乎完全成为了林志颖背后的女人 结婚之后 她已经停止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回归家庭 那究竟是什么让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啊 专心做起了全职太太呢 这全职太太究竟又有着怎样的病与病呢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 著名的心理专家精神卫生学的博士 汪斌老师 由她来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全职太太安逸的背后 究竟会潜藏着怎样的危机 一起走进三生有幸 非常欢迎王老师 再一次走进三生有幸 王老师您好 欢迎王老师 这些人是很想要有勇气的 尤其是对于林志颖来说 她的妻子陈若宁 之前也是同时 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事业真正的与上 那您分析 可能是什么这样的原因 让她有多有勇气 安心的来做全职太太 我觉得人做一切事情 都调不开一个公平理由 大概是幸福 就是什么会让我们更幸福 有人觉得事业让我们更幸福 对 觉得家庭 觉得养孩子 有人可能觉得 实际上能够有一个 所以我想当一个女士 当一个女性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她的事业应该处于 一个正在胜利的阶段 对吧 对 她的这个文化生涯 包括健康期 她选择了 提供来追求 去做家庭的健康量 我相信可能在她看来 就是一个 让她更幸福的选择 所以这可能是 她内心的重量 的一个标准 让她更加的幸福 所以她最终选择了 这样一个决定 王老师您说 她的事业正是 可以说处于一个 上升期 在这种情况下 她退职 而且安心坐全职 她的心理上 会不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变化 我的一个猜测就是 当一个女性 经过职场以后 再退回到家庭的时候 她大概可能会有 两种状态 一个状态时候 觉得有点失落 你想想和自己 同样年龄的女女性 或者职场女性 可能还在沿着她们的职场 一直往前走 而自己已经进入来 甚至因为不进而退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通过了在职场 这种打击 就觉得家庭的角色 更适合自己 反而觉得 我终于找到了 和适合的位置 能够觉得很幸福 但我想到了 那个我想的时候的 女明星 日本女明星 她说是三国百会 最近她的先生三国有 给我写了一本书 讲到我们三十一年 婚姻的幸福的秘诀 叫相识相遇的 相性性性格的秘诀 就是说她们两个人 能够这么长久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两个人性格上的主配 那其实就讲到了 这个三国百会 持续十五年 在她养育两儿 这个过程中 每一早五年半起来 做早饭 还要带便当给她儿子 去上学 所以应该想 一个女明星 然后十五年 她的领导那么早起 去经营家务 她的九层家务 都是她老婆家的 所以她讲 她一定也在过程过程中 找到了某种家庭的互助 和家庭的 也就是说 这个全职太太做权 也是很幸福的 但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做全职太太 全职太太要想做 也是有一些标准的 到底有哪些标准呢 我们也先通过短片 大家对一下 很多人都觉得 全职太太就是打牌 买买东西 日子很悠闲 其实不然 下面是全职太太 人选花一天的时间表 七点十五起床 八点半和老公 一起送儿子上幼儿园 九点陪老公到公司写作 下午一点买菜做家务 晚上五点接儿子上学 晚上六点到七点 和儿子一起运动 晚上七点到八点半 做饭 全家人一起吃饭 晚上九点半到十点半 洗澡读书 给儿子寄故事书 晚上十一点睡觉 看到这份时间表 您是不是也觉得 全职太太的一天 也没有那么轻松呢 但全职太太要想干好了 也不是一件荣誉的事 可时间长了 获不觉得乏味有多好事呢 我觉得全职太太 也剩好多种 我觉得全职太太要想干个长久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先生对这个工作的任何的程度 我觉得全职太太一个 最大的麻烦是 当他成就了先生和成就了孩子之后 我在哪儿 对 因为先生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社交通知 孩子有一天要离开 我有一天要面对 空到大的自己的时候 我的价值在哪儿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那如果先生能给你 结果的担心的话 他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感的来源 那如果自己的丈夫 再觉得说 你有什么 不就买了孩子 喝点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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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辛苦啊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自己的 存在感受 全面的察现 这种就很难了 全职太太最终的幸福感 和存在感受 政府的平衡 和对他工作的认可 对 当这个丈夫 你看在我们这个文化里边 当丈夫特别是 主外 闻目的时候 妻子在家里带孩子 那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丈夫如果不能给自己认可 这个妈妈 都会把过度的情感 投资到孩子身上 可能就会变成 一个父母的妈妈 或者一个和孩子 有过度保护的妈妈 或者总是希望 孩子在自己身边 所以这样的 他就把自己 能够在孩子身上 那孩子也会很累 对 他也很危险 因为你孩子还是要走的 因为父母是还是要分离的 专家观点 全职太太 重要的价值感 来源于先生 给予的赞许与肯定 他不能够得到 丈夫的认可 妻子会把过度情感 投放在孩子身上 这会给孩子造成负担 也会导致自己的存在感 全面塌险 全职太太危机四足 他们会面临怎样的缺制 让该整个消除 丢机间的合合 单身有幸 精彩继续 那我们的普通观众 对于全职太太 是怎么看的 他们是否能够 今天说说做全职太太呢 我们一起 朋友别快来看 我们一提 欢迎可能会吧 是啊 全职太太 不是啊 你们教我的话 还是比较行 我会生活一点的 对 准备在职吧 可能做到两三岁吧 你做什么的做 洗衣服 做饭 对吗 不理性方面 就是我觉得对小孩比较好 就是他因为跟母亲 小的时候有一种那个 意外的心理嘛 然后这样 就是他那个以后 可能长大以后 能听话 就觉得有自己的 一份真实是很幸福的 不用费的自己 我来大力 我觉得你不能一直在家 就是他 等于比如他上幼儿园以后 就是他有他的时间 我可能也会找一个工作 是吧 大多数人还都是可以 愿意接受这个全职太太的 嗯 那每人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您觉得这个全职太太 在家应该怎么做 可能才更加能够 第一 不丢失自我 第二 又能让丈夫 孩子满意 就这样问你 如果有选择 你会选择做全职太太的 你有说真话可以讲 当然是真话 我觉得有可能 我记得不太适合做全职太太 当然如果有一个男人 能够让我停下脚步 安心地在家里相够教育 也未尝不可 所以还是是个选择 但如果从女性格来讲 我觉得很不合适 应该要有自己的 对 要有自己的生活 对 其实我想 你也说中文一样 如果今天旅行的一个新程度 实际上 什么样保守 在做全职太太的过程中 这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像很多女性在今天 都可以选择 在孩子特别小的 零到三岁的期间 选择做一种全职太太 但是他们的压力在于 孩子三岁了 我的职场 已经落后了三年了 比如说你刚才多了很辛苦 你忙于照个孩子 不再去见私立职场 跟你的朋友 不再去别人 跟自己人爱专业 在一种新出江湖的时候 可能远度患的 你都会多了 所以我想第一个是 不要切断和你过去 三个联系 连一个麻烦 要忽视你之前的 做了很多 第二点就是别放弃你的专业 专家观点 全职太太在生活中 如何保有自我 一 不要切断与过去朋友的联系 不要因为做妈妈 而忽视过去的工作生活 二 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 保留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照顾孩子之余 可以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 三 利用业余时间做兼职 对